我在晚上就看到了一些关于录制屏幕的一些教学 所以我把这些教学统维在一起 然后在这边就分享给大家 大家好,我是SENHAU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话 那么请容许我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喜欢苹果产品的马来西亚KOL 目前我影片的内容都是关于如何正确的使用 MacBook跟iPhone 如果你对这一类的影片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我SENHAU TV 那么这个影片我会有分四个阶段 首先录制屏幕的是这个button 点击它就可以开始录制的 通常我们第一次是不会有这个东西的 现在我们要开启它 按setting 然后再拉下来 我们会看到一个control center 然后customize control 这个就是screen load recording 通常我们不会有出现在control center 就是这边 那我们现在开启它的方法也很容易 只要来到这个screen recording 按加 它就会在上面了 在上面过后就代表它在这边 我们也可以调整它要在什么位置出现 例如我现在调在这个放大镜的上面 它就在放大镜的之前 没有声音的开启呢 其实我们就要点它一下 它就会倒数三秒 然后让我们开始 所以它开始过后呢 你就会看到它的左上角会有一个红红的东西 这边就是代表它在开始录制的 有声音的录制的话呢 通常它不会打开来 我们就先要点这个99 然后你看到我们下面有一个microphone off 就是它关闭了 所以我们先点击它开启 才会录到有声音 我们就按start recording 同样的它倒数三秒过后 就会开始录制了 这个视频呢 这个录制的屏幕呢 就会有声音 这样我们就给大家看看了 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拉下来清点这个就可以关闭了 第一种方法呢就是拉下来清 坏处就是呢 你就会在你的视频里面看到它 就会看到这个拉下来这个动作 第二种方法呢就是点击这个左上角这个红色的东西 然后按start 好处就是呢 你就不能看到这个拖下来的那个动作了 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点击我们这个开关萤幕的这个button 右手边的这个 然后按一下 再开 它就是 就会关闭了这个录制 关于我们该录制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在photo里面找得到 同样的我相信在看影片的你哦 因为都会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 无论是关于iPhone或者是MacBook 或者是其他苹果产品的使用小技巧 我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可以分享给我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 iPhone如何录制视频的一些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说不定他们正好需要这样子的资讯 如果你在使用iPhone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我们一起来讨论哦 我是神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